主料,高筋粉400克,红豆沙100克,辅料,酵母4克,白糖10克,温水200毫升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高筋粉400克,酵母粉4克,白糖10克,40度温水240毫升,红豆沙100克,面粉中加入白糖,酵母,加水搅拌成面水, 再揉成光滑面团,加盖保鲜膜,放温暖处发酵,至2,2.5倍大,将发酵的面团揉匀排出气体,分成大小均匀的四个剂子,取一个剂子改成椭圆形柄状,抹匀豆沙,从一头卷起,从中间切开,立即集成毛坯,用湿体布,盖上豆沙卷毛坯,形犯20分钟左右,蒸锅加水, 放入豆沙卷毛坯,逐渐加温,在水开后,半火蒸15分钟,关火后,静置3-5分钟再揭开锅盖,出锅装盘,OK,烹饪技巧,用水量一般是面粉的50%左右,不同的面粉还要有所区别。 感谢观看